请 进 总总 找我什么事情 你把那边那些礼品送回给Coco 好的 Coco送这些东西 是有合作的 合不合作的我自有判断 但是她这么做没用 免婚事告诉她以后不要这么做 好的 来 陆总监 你拿回去吧 钟总是不会收的 钟总 送你的 人家宋里头是偷偷摸摸地送 你光明正大地当着全公司的那边送 怎么 你是想让我回家去的呢 不不 我这不是送礼 我是来道歉的 这跟咱们的合作都没有关系 你纯粹因为上次 头盔的事情来道个歉 我先走了 酒店体验卡 酒店体验卡 陈高贵 回来 酒店 大大 郑总 我刚刚忘了问你了 就是 我想拿点临时样品会去做调研 这个应该问谁要啊 什么意思 怎么在你这 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再说了 就算你愿意 我怎么可能看上你啊 你给我吧你 我一定要拿着这个证据 给你们张总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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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不是怎么教育员工的 我得好好问问你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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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上你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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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这是 看你从美堂回来 你这怒气直都快爆表了 可不嘛 那钟总他装什么情搞 以为自己是霸道总裁呀 欺负我这么个小女生 很有意思吗 行了 行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这多小事啊 郑高贵 嗯 老大说你最近进步挺大的 呃 我和娟姐 正好有个新项目 在写方案 你要不帮我们出出主意 可是 我也在改我的方案呢 你先帮我们完成我们的方案 然后我们再帮你做你的方案 嗯